英文个数做出来 数字个数自己改好了 这我就不做啦 反正一样就是改几个 1这个嘛 2这个 然后这个名声要记得改 数字个数这边改这边一定要改 有没有 然后这边as integer 这个改不改无所谓啦 不过我是觉得还是改一下 OK顺便学一下 不然的话你看 你一下子就靠左对齐 就感觉不再对劲 有没有 一改马上靠就对齐 OK 那最后的话 你说老师那可是我是希望说 最后哦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帮我改成一个sab 有没有 那改成sab的话呢 当然只用改法啦 其实到底差不多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怎么怎么做 来请帮我将有没有 vpa的方言程式改为v vpa 没有 vpa应该不用 你方言程式 改为sab程式就好 然后再把程式贴过去 他就这么转换啦 OK 这个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说呢 其实甚至呢 你不需要 重新去转换 而是说呢 你直接呼叫他就好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我今天需要 假设我每 我做四个方言的 那所以我待会需要有四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也许就输出这个 叫数字个数 还有一个是清除 所以一样嘛 跟之前做练习一样 1234 那我们以前做法是把方言转成sab 那可是今天我 因为我们已经有函数的 所以跟各位讲哦 这个函数除了可以在这边用之外 你也可以用sab去呼叫他 他也可以把结果丢给sab sab再输出哦 可是怎么写哦 这个我讲一下 我们先把它排列组合一下 这个应该是先个数 个数在函数嘛 所以这个把它顺序调一下 这个先放上面 所以我是先呼叫这个数字个数嘛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写一个sab 就是一个sab 他执行就输出到这里的话 那我如果不想要用那个 帮忙的话 其实程式真的不多 三行而已 三行而已 可是你要 学会自己写简单程式 不难 我写一次给各位看 再来的话就写一个叫 这个sab 他的名称呢 叫做数字 哎不对 数字个数 因为这边也叫数字个数 跟他一样 不然这样好了 干脆把他们这个地方加个函数 反正有函数后面加函数 那这边的话叫数字个数 这样会比较可以区隔 好 Enter 你就打一个sab 空一个数字个数 那我把它分别哦 因为你名称不能一样 名称一样他就出错了 不能有相同的名称 OK 那底下的话呢 你就按个TAB键 TAB的话是 跳到下一阶 然后你要输出到哪里 跟他讲第二列到第九列 所以你这边要自己写一个回圈 叫做4 i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 到的话就2 空一格 2到9嘛 OK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ets 反正你只要有4就有nets 头跟尾 那这个是范围嘛 这个指的是哪一列到哪 剩下来的话呢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去呼叫他就可以 所以在这个再按个TAB键 去呼叫数字个数 OK 那呼叫数字个数要做什么呢 帮我把结果return return的话是 return就是返还结果 到那个除成格 哪一个除成格 除成格在VBA里面叫Sales 那Sales指的是整个工作表全部的 加S 那你要指的是哪一列 比如输出到这里 对不对 你就刮胡一下 先给I啦 因为Sales他一定是先RAW 有没有 RAW的话是列 先列 列的话指的是I 逗点 哪一栏 因为要输出哪一栏 B栏 B栏你可以输出2 2这样比较不好理解 一般我习惯是 用前后双以后加一个B 指的是B的那一个储存格 所以呢 B前面这个I他是2到9 所以他是B2 所以先丢B2 再丢到B3 一字类推 那数字函数的刮胡里面的话 你必须给资料 给什么资料 就是这个资料 这个是哪一个 就是A栏嘛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方法 不要拖栏方法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我选取拖拉加Ctrl键 然后这边改成A就可以了 就是说呢 我的资料来自于A栏 那你帮我处理完之后 就直接吐到B栏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这逻辑吧 应该不难嘛 都懂啦 只是你要写得出来要熟练 你别不要 应该不难记吧 这个多写个几次 应该就很快就可以了 执行看看好了 有没有 他就会先抓这个 丢给这个数字函数 处理完之后 再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就有点 这个一串的按执行 有没有发现 结果OK了吗 应该懂的意思吧 只是太快了 OK 就这样结果OK了 这样你就不用再 请那个CHARGP 再去帮你做一次啦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简单吧 OK 既然你有Function 你 你干嘛 还要再另外把它转移一个很长的程式贴在这边 让你这个视觉上面看起来好像 哇 程式一大堆 这样好像简单多了嘛 OK 特别注意哦 先打一个SUB 所以刚刚我是先打一个SUB 数字个数ENTER 有没有 然后再打什么 打那个FOR 不过这个可能要自己稍微多打个几遍 你说老师那底下这个 这个怎么打 数字这个啊 其实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做一个之后 你就不用再重打了 这个可以当一个范本 直接贴到它的下方 记得要改哦 这个叫数字 就直接叫数字就好了 就不用加一个个数 数字有没有 那这个应该会改吧 这个范围不变嘛 对吧 只是差别来源也不变 对不对 但是这个 这个函数要改 这个就不是数字 这个叫数字函数 然后呢把结果输到C嘛 那你这边改的C比较好 写完了 OK 仔细看看 有了 有没有 那其他呢 那其他不也一样吗 其他是 英文函数 英文函数 这下面一样嘛 你就Enter几个 然后把这个 放到这边来 英文是这边 所以 我这个先做 这个输出这1嘛 然后这边就改成英文 有没有 一样嘛 输出 这个都不变 这个要改 英文函数 这样执行 这边有了 英文个 英文个数函数 这边可能要一样改的方法 这边把它改一下 名称不能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把这一个 拿来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英文个数 那这边就呼叫 英文个数函数 让他输出到D 好 写完了 应该都知道这做 其实做起好像四个 其实在做一个去变的而已 关键清除的话 很快 最后再自己再加按钮 最后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 这个我们前面写过了 就是sub 空一格清除 那你就直接呼叫Range就好 Range的话 应该就是 B2 冒号 19 有没有 然后后面加一个等于双引号 这样就清除了 有没有 就直接把执行 就清掉了 OK 好 好了 试一下 特别最后 我刚刚的重点 我再回顾一下 1 最好是你先把方学先排整齐 这样比较不会混乱 再来就是 把数字个数改成数字函数 就做这样的输出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一下 那一样我可以把那个 刚刚我写的程式 一样把它贴到云端 你们自己再参考